MID就是音樂檔 還有TSD就是文字檔 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匯錄進來了 奇怪 它通通匯錄到外面 它沒有匯錄到image 可能要點兩星 那沒關係 反正你可以用拖拉的 GIF就是放在image時 MID就是放在music 反正我剛剛講過 那TST就放home page好了 home page JPG就image 反正就按照他們類別去區分一下 他們的這個資料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檔案 然後這個加號點一下 檢查看看1234沒錯 那這邊home page123 music總共有一個 那這樣子的話就等於是有我們素材檔 這樣匯錄檔案就完成第五個步驟了 這個就是from page的 等於是我們這個題目裡面的前五大步驟 不管你做哪一題都要用這五大步驟 那這五大步驟的話呢 書本裡面不會寫 這個是我自己的應該自己發明的啦 反正你其他書絕對不會看到有這五大步驟 那我就每次就叫他們考試前 你就把這個五大步驟背下來 在考場上面你就先做完這五大步驟 再來你就要做什麼了 你就是一個一個再把 把後面第六步驟其實就是 把index這個白色的區域有沒有 三個區域做完 在Guitar的這三個網頁做完 那你就等於是完成了 所以這個考試就是考你怎麼樣呢 五大步驟 等於是在做五大步驟做完之後 再把這四個網頁把資料放進去 那你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 好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檔案揮入進來 我替我先看 我替我 我替我